这个大叔拿着顶红帽子 小手轻轻一挥就能召唤自己所想的东西 地中海拿出一个钱袋 能够取来源源不断的金钱 骑兵则有把竖琴可以召唤一批军队 而这三件神奇的宝物是由一群小精灵送给他们的 这三名老兵退伍后日子一直过得不好 因为没钱住宿只能睡在森林里面 而森林中的小精灵看他们实在可怜 便把这三件宝物送给了他们 拥有这三件宝物就等于拥有了一切 而仍然渴望战争的骑兵召唤出两匹军队出来打仗 可阵仗过大把附近的村庄守卫给吸引过来了 结果就是三人被关进了牢房里头 骑兵被关了还不安分 还在那念叨着要打仗要征服世界 一旁的两人觉得他疯了 认为只有让他娶个漂亮的坏公主 或许就能安分下来 随即大叔用红帽子变出牢房钥匙 带着他们逃出升天 三人来到王国的边境处 花钱从看守那得知 这个王国里面就有一个美丽动人的公主 国王得知三人到来 以为他们是群土豪贵族 还派整个国家的人出来举行欢迎仪式 等进入宫殿见到公主后 发现对方果然美丽动人 不仅骑兵对公主一眼钟情 连地中海也很是清新 两人一番甜言蜜语下来 可把公主哄得开心坏了 一旁大叔略显寂寞 选择了走人 随后地中海开始展示自己的神奇前代 看着那一枚枚掉落的金币 公主的眼睛都瞪得老大了 骑兵不服 拿出竖琴召唤士兵和佣人 就连专业的发行团队都能拥有 可贪心的国王和公主 却把两人迷晕偷走了他们的宝贝 清醒后的骑兵和地中海 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宝物给掉包了 等到客房老板来收钱 地中海才发现了倒不出金币的假钱袋 结果就是被老板赶出了客房 就连整个国家的人民都一改往常 对着他们一片骂声 为了替两个好友拿回宝物 大叔潜入宫殿找到公主 想用自己的红帽子来换回钱袋 担心的公主啊 公主上去一番诱惑 想要顺走红帽子 见诱惑失败便叫来军队帮忙 但还是不敌 能够召唤各种东西的红帽子 就在大叔春光得意时 身后的士兵一把夺走了红帽子 召唤出牢笼把它关了起来 结果牢笼里面有顶烟囱 大叔直接从烟囱里爬了出去 三个老兵会合后 想要回到森林找小精灵帮忙 可找了半天连个影都没找着 疲惫的地中海坐在苹果树下 吃了颗苹果补充体力 却没想到 它的鼻子居然越来越长 比橡皮都还要长 此时树上的三只乌鸦 叼来一颗梨子 让地中海吃下 结果吃下后 鼻子恢复了原状 这可让三人感到奇怪 原来树上的三只乌鸦 是由小精灵变成的 苹果和梨子 就是帮三人夺回宝物的关键道具 苹果能长长鼻子 梨子则缩短鼻子 随后乌鸦刮起一阵巨风 给三人换了身装扮 他们来到王国 大叔谎称 苹果是皇室专用 吃下后的贵族 能够变得更加美丽动人 被吸引过来的国王 找借口没收了苹果 便拿回宫殿 让公主吃下了 而结果可想而知 公主长出了超长相鼻 公主照了照镜子 发现自己的鼻子 跟条蛇一样 还越长越长 一发不可收拾 鼻子长出宫殿 跨越了边境线 来到寒冷的雪地后 公主动得连连打喷体 此时鼻子来到小村庄 老妇人以为 让一盆开水过去 烫得公主连连尖叫 随后鼻子游到了维也纳 但鼻子游泳技术不熟练 让公主呛了好几口海水 而维也纳人民得知 公主的鼻子要来访问国家 还特地举办了欢迎仪式 专门给鼻子让出一条路 领导人给鼻子 送来一碗珍贵的盐巴 结果不知情的公主 吸了一大口 可把她闲得不行 此时宫殿传来电话 原来一眨眼功夫 鼻子就来到了德国 德国总统派出军队欢迎鼻子 还把鼻子架起来 伴随着奏乐和人民的欢呼声 观赏了一出表演 最后 德国总统给鼻子扣上 有意寻张 可把公主痛得快死 就在寻找医生来治疗鼻子时 三个老兵找了上门 他们假装是名医 先是研究鼻子一番后 便拿出离子磨成粉末 随后让公主服用下去 很快 鼻子开始缩短 但缩到边境线就停了下来 三人便加大粉末的剂量 公主服用后 打一个超大的喷体 整栋楼都会塌的那种 而这次效果显著 鼻子终于缩短到面前了 可再一看 还是不对劲 现在鼻子还长了一截 跟猪鼻子似的 三个老兵抓住机会 骗国王说 如果宫殿里面有偷窃的脏物 那么公主的鼻子 就永远不会好 害怕的公主赶紧跪地 交出偷来的三件宝物 祈求三人赶紧治好自己 随后他们便拿出一颗完整的梨子 让其吃了下去 终于公主恢复了原样 而三个老兵也踏上了新旅途 结果骑兵又想打仗征服世界 大叔不服 和他干了起来 干着干着 骑兵还想召唤枪兵和大炮 来对付两人 千军一发之际 小精灵出现了 小精灵没收了他们的宝物 三人又变成了穷光蛋 最后三个老兵反思了自己 觉得不必非得荣华富贵 平平淡淡地 从生活中找到一点小情趣 也是挺快活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三个老兵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